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与学校版缺乏常见的那种出血或者流血不止的症状相反 病人的血管内出现多处严重堵塞的现象 而且已经有多人死亡 我们刚才提到的AZ疫苗 就是那个由世界制药业巨头AstraZeneca公司和世界顶级的学府 由京大学联合研发的一款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AZ疫苗或者是牛津疫苗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内容就是关于第一个接种AZ疫苗后 发生这种不良反应的病人的接种 发病 治疗以及死亡的过程 在下一次的第127号视频中 我们会继续讨论科学家对包括这位病人在内的几个有类似情形的病患的研究结果 看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 我要说明的是 为了病人的隐私 我们会把故事里的一些信息进行修改 男的会被简单的叫成大卫 女的就被叫成玛丽 等等等等 所以故事属于虚构一类 如有雷同 那就成熟巧合了 现在开始我们的讨论 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于2020年初爆发 全世界都被波及 这个病的传染力特别的强 毒性也非常的大 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当中 许多国家相继关闭了各自的国门 医院里也都挤满了新冠肺炎的病患 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到 作为护理新冠肺炎病患的医护工作者 尤为担心 因为他们几乎每天要接触病患 所以被感染的机会就更高了 玛丽 一位49岁的德国护士 就是在这种紧张忧虑的情况下 工作在护理新冠肺炎病患的第一线上将近一年 正是心力交瘁 但是在2021年2月中旬的一天 他终于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了 他高高兴兴地去接种了第一针AZ疫苗 虽然这位护士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 可是面对新冠肺炎这个恶魔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接种疫苗 在接种了疫苗之后的几天里 玛丽有了一些轻微的反应 比如乏力、肌肉疼痛和头痛 那么大部分人这种症状在两三天内 就会消失 可是玛丽在第五天的时候 她开始有更严重的症状了 她开始发烧 发人、恶心和上腹部的不舒服 而且这种症状一直延续了五天 所以她开始担忧了 怎么需要那么久呢 所以在第十天 她就进入了一个地方医院 进行入院治疗和观察 在医院里 医生为玛丽做了血液检查 发现血小板的数量 有正常的每一维生 十五万个到四十万个 这样的正常范围 降落到了每维生 只有十八个 下降了将近一万倍之多 血小板几乎没有了 我们知道 血小板是在血液中 自由循环的一种细胞 这种细胞 平时是以非活性的状态循环着的 一旦遇到血管破损流血 它就会被激活 并开始凝聚 形成一块一块的块状 这样就可以帮助把血管的破口给堵上 而血小板数目的不足 就很难把破口给堵上 病人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 严重的还会血流不止呢 这就是血小板数量不足 常见的后果 可是奇怪的是 医生发现玛丽 似乎有血液凝聚 血管堵塞的现象 这是一种与出血相反的现象 那么医生凭什么有这种判断呢 医生凭的还是那份血液检测的报告 因为在那份报告中 有一种叫做D-dimer的蛋白碎片的量 远远高于标准 高出了整整70倍 这种蛋白碎片是一个衡量血液凝聚 形成血管堵塞的指标 它的量超标越多 越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血液凝聚 或者血管堵塞的现象 现在医生看到的这个指标 居然超出了70倍之多 恐怕血液凝聚的现象已经发生了 既然有血液凝聚的现象发生 又联想到玛丽有发烧 发能和恶心的症状 医生猜想会不会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新冠病毒感染是已知的 一种有可能引起血液凝聚和血管堵塞的因素 因此医生为玛丽做了新冠病毒的测试 结果是阴性的 玛丽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 显然她的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没有关系 但是玛丽的血小板几乎没有了 所以医生为她输入了浓缩的血小板 也就是为玛丽补充血小板 这个医疗措施看上去非常合乎逻辑 也符合血小板缺乏的治疗规定 但是由于血液检查的报告 已经显示病患有血液凝聚现象的发生 而血小板又是可以增加血液凝聚的 在有血液凝聚的疑虑下 输入大量的可以增加血液凝聚的血小板 是否需要多一点思考呢 事实上 这的确是一个错误的加速死亡的动作 这一点 我将在下一个第127号 有关这个疾病探索的视频中做出解释 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 医生不想只依赖于血液检测报告 所以医生也同时为玛丽做了CT的扫描 发现她的肝部和肺部 的确有血管堵塞的现象 这样的话血液堵塞的现象是确定的了 所以医生把玛丽送到了更好的医院 那种医院在那里叫做Tertiary医院 这是一种更大更好的医院 在医学上 医疗的级别一般分为四个级别 分别叫做初级Primary 二级Secondary 三级Tertiary 和四级Quaternary 或者叫做Quaternary 四级是最高的 到达新的医院后 玛丽看上去状况良好 从玛丽的角度来看 她只感觉到上腹部有一些不舒服 还有一些恶心的感觉 可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玛丽的身体状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虽然她的许多指标都还过得去 比如血压上面是125 下面是88 下面稍微有点高 她的心跳每分钟是65次 体温是36.5摄氏度 除了上腹部有中度的压痛 身体的检查也没看到其他什么异样 不过 医生从玛丽的血液报告和CT扫描的报告 却已经知道 她有血小板极度减少和血管堵塞的现象 血管堵塞在医学上叫做血栓形成 或者是血栓症 Thrombosis 严重的是可以致命的 根据这些情况 医生为她使用了抗生素 降痛药和一次性皮下注射的甘素 医生使用甘素是因为病人有血管堵塞的现象 甘素是可以阻止血液凝聚的 它是被用来减轻血管堵塞的常用的药物 所以这个治疗措施也似乎很合理 也符合血管堵塞的治疗规定 不过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 这个医疗措施又是不合适的 有关这一点 我也将在下一个第127号 有关这个疾病探索的视频中做出解释 入住了好医院的第二天 医生又重新为玛丽做了血液检测 发现血小板的数量依然很低 每卫生只有25个 没有任何起色 也就是说前一天 医生为他补充的血小板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另一个指标就是那个D-dimer 那个代表血管堵塞的蛋白碎片的量 却升得更高了 从前一天的70倍 大家还记得吧 那70倍升高到了280倍 显然马力的血管堵塞的现象 应该是更严重了 所以医生赶紧再重复了一次CT的扫描 发现血管堵塞的现象 的确更为严重了 这也说明了前一天甘肃的使用 也没有起到作用 不过或许是医生认为前一天甘肃的剂量不够 又或者是血栓的治疗手册就是这么指导的 医生继续为马力使用了甘肃 与此同时 马力被转移进入了加护病房 在加护病房里 马力的腹部疼痛明显的加重 因此医生又再一次的为马力的腹部做了CT的扫描 发现病人有肠胃道出血的状况 医生决定停止使用甘肃 改用凝血酶原复合物和活性的7号凝血因子 这两个药都是可以帮助血液凝聚 达到止血作用的 另外 医生又为马力补充了血小板 前面也讲过 血小板是可以达到凝血和止血的目的的 这个用药策略转变的理由 在这些医生的眼里看来很简单 因为病人已经有肠胃道出血了 而且血小板几乎没有 所以这个病人有血流不止的疑虑 甘肃是什么 甘肃是用来疏痛血管 是用来阻止凝血作用的 也就是说 它会妨碍到止血的效果的 会让肠胃道出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要停止使用 而新加入的药 无论是凝血美元复合物 还是活性的七号凝血因子 还是血小板 都是可以帮助血液凝聚和止血的 这样不就可以帮助肠胃道止血了吗 这个用药的逻辑 听上去也似乎很合理吧 可是医生们却忘记了 马力正在被严重的血液凝聚和血管堵塞现象所折磨 而所有这些新加入的药 都是可以让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的 所以在病人有着严重的血管堵塞 也就是血栓的情况下 使用这么强力的凝血药 可以吗 果然当天晚上 我们美丽的天使 马力 这位一直是健健康康的 正当壮严的护士 撒手 人还了 更为额晚的是 他的死亡原因不是因为肠胃道流血不止 而是因为严重的血管堵塞 包括多处的内脏静脉堵塞 动脉堵塞和脑静脉堵塞 这样看来 最后使用的那几款 帮助血液凝聚和止血的药 为马力的血管堵塞的加重 或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就是在欧洲 最先被发现的那几位 在接种AZ疫苗以后 因血管堵塞而死亡的病人之一 之后又有多人 在多个国家出现类似的状况 引起了大家的猜忌和不安 他们担心这可能是AZ疫苗 带来的副作用 然而 许多科学家 包括多位有名望 有权利的科学家 都认为这种零星的 为数不多的血管堵塞 不应该是由AZ疫苗引起的 因为这些人 加起来的总数 都不如那些没有接种的 自然发生的血管堵塞的人数 来得多 换句话说 即使没有新冠肺炎流行 即使没有接种疫苗的运动 也会有这么多的人 因为血管堵塞而死亡的 所以主流科学界认为 这种疾病是由AZ疫苗 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 推一万步讲 即使是AZ疫苗的副作用 受影响的人数这么少 所以 这种副作用 相对于新冠肺炎的危害 还是显得渺小 也就是说 接种新冠疫苗 来预防新冠肺炎的好处 要大于这种副作用 带来的坏处 因此 弄不弄清楚这种副作用 意义不大 因为接种新冠疫苗的运动 不会受影响 还会继续进行 反而 如果确定的是疫苗的副作用 都会引发社会大众的恐慌 给接种疫苗的运动 带来困扰 他们的理由 听听 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 另外有些科学家 不是这么认为的 这就是百花齐放的好处 虽然现在科学界 也有走向一言堂的趋势 但这只是一种趋势 至少目前还是可以有 微弱的不同于主流科学界的声音 可以发生的 德国和丹麦的一些科学家 就是有这么一种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德国的科学家 古莱奈和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 他们认为 不管有多么少的人 因为接种疫苗和死亡 只要能够搞清楚病因 从而找出辨别这个病 和治疗这个病的方法 挽救回这些人的生命 就值得了 他们认为 不能因为怕大家发现真相 产生恐惧心理 而去放弃 挽救包括前面提到的 玛丽护士在内的 这些人的生命 所以古莱奈和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 决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他们想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研究清楚 由于时间的关系 有关古莱奈和教授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 我们将在下一个第127号视频中 介绍给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